欢迎光临我的精品店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五种不同场合的穿搭 身为妈妈 穿搭就是轻巧方便实用 好追小孩 好骂老公为主 所以今天第一套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套 跟姐妹下午茶的穿搭 跟姐妹下午茶的重点 要开启话题 所以呢我今天带的这一个 就是我的好姐妹送我的 然后他们希望呢 我就是永远可以把自己像女王一样 女王风一样对待 然后这个戒指很特别 它是Bucci的 做得有点妇刻的样子 你看它这边是女王风 然后翻过来 它有两种戴法 然后另外一个呢 像是这个手链 我最近非常疯这个牌子 Fendi 他的设计我觉得都很简单 大方高雅 这个是一个J 是我特别订做的戒指 J呢是我女儿的英文名字叫Jasmine 因为呢妈妈在下午茶的时候 很容易怎么样 忘记时间接小孩 所以当我就是在那边 吃下午茶的时候 Jasmine Jasmine在等我 就会赶快去接她 这个意思 那今天这个上衣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是 比较甜美少女风 这种蓬蓬公主秀 因为我觉得跟女生下午茶 其实就是要有一种 甜美的风格 然后有一点就是 因为平常都灰头涂脸黄脸泼 所以要把自己那一个下午 当作公主一样对待 你们不要被我的外表骗了 虽然我自称是甜心妈咪 我其实内心是蛮像男生的 所以上半身甜美 下半身我就要比较俐落 皮革个性 然后带一点小性感 还有小开叉 但是又不能叉太高哦 因为这样会没有朋友 整个视觉线条就看起来很修长 想到包包 我就是选择这个Lindy 为什么我会爱她 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我所有的东西 挑选最后一个原则 就是奶糟后董 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因为妈妈要带的东西 真的很多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下午茶 这个包款 你当然不能用shopping bag 你还是要有一点造型 这里面你看 容量有多大 它为什么叫Lindy 它是在1920的时候 纽约很流行一种黑人舞蹈 叫做Lindy Dance 然后那时候呢 发明这个包款的人就 这名字很好听哦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Lindy 因为它整个就是 很像Lindy Dance一样 就是很轻巧 这种hop的感觉 这种hop的感觉 有没有 有没有 整个有没有 飞扬起来了 今天如果大家呢你知道 实力就是非常坚强的时候 我就会拿出这种厉害的Kelly包款 它真的是几乎什么颜色都百搭 所以不是Lindy就是这种Kelly 我觉得是很适合拍照 又可以美美的一个包包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在那边逛啊 然后一直去买视频买包包 然后慢慢配合 慢慢建立感情的人 所以呢我的包包很多 都是从我姐妹身上讲过来的 这个我讲出去会不会没有朋友啊 姐妹们还是要卖我包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